Yahoo! 這次其實MM7這個歌名 就是來自我和粉絲之間的一個小互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經常都會在TG Group裡面 我打錯字,因為我是打速成的 今天有一次有一個粉絲想打個正字 很棒,很棒 然後就打錯了MM7 但是我又GET到 這個字又變了潮語 那我不如把錯就錯 把這個和紐粉中間的一些錯誤 輸入法的一些小共同語言 就放在這首歌上 當是一個送給粉絲的禮物 而MM7這個字是代表正的 又把我背後覺得很正的音樂 一直以來都沒有玩過的音樂 就放在這首歌上 就找來了對Hers合作 一對我覺得很棒的樂隊 那就玩一些funky 中間還要轉爬爬的一個很棒的音樂 為什麼今次的MV會隔了兩個星期才播出呢 就是因為今次的MV有很多阻滯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外景一直不斷延遲 我們現在選了另一個場 明天就會拍了 拍完第二天之後 就剪接完之後再出街了 今次的MV造型有四個 一個就是主線阿Jer 另外三個其實就是阿Jer的內心世界 音樂狂人阿Jer 另一個就是未來感重一點的阿Jer 另一個就是 是樂隊的 而每一個角色 都有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角色 因為我自己做人沒有什麼底線 所以做營師他說 例如可能Gel甲 戴抗 頭要設定到怎樣 穿到衣服怎樣浮誇都好 我覺得挺好 挺有趣 反而 因為本身 花姐是一個 不是很接受到一些太 太 怎麼說呢 太走在潮流尖端的一些東西 那些Gel甲 男生不應該試 但是她在我身上 又沒有去限制我做那麼多事情 有什麼好處 當我想做一些東西 例如可能選歌上 我想選這首歌 但是花姐又說 不是的 不要選這首 就是由狂人開始 就已經是這樣 就是不是一些大眾 接受到的東西的時候 花姐永遠都是用一個 大眾的角度去質疑 但是她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她去到最後 都會讓我自己去做的 那現在收到出來的留言 原來大家都接受到 阿Jer玩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她到現在 愈來愈放手 讓我做我自己的音樂 那造型方面 她經常都會 這樣不好 這樣不好 但我自己就 好啊 不如試一下吧 試一下這樣穿吧 然後穿完之後 拍完照 整個 錄給她看的時候 她又覺得OK 接受到 現在花姐對我都 沒什麼底線 可能她放任我 就是阿Jer已經 不是偶像派路線 就是喜歡玩什麼都可以 就是自從狂人開始 那我也挺有趣啊 就是花姐對於其他人 可能限制 對於我 也不限制的時候 我就更加可以做多些不同的東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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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